衣服怎麼折 小可愛天 很多人問我小可愛怎麼折 小凱就長這樣軟軟的 那其實你把它的正面朝下之後 把它的細肩帶折進來 接下來呢把它變成一個長長的三等份 像這樣 那通常都是上面有那種蕾絲啊 或是花 所以我們就保留領口的部分 其他的地方輕輕的把它捲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 背心天 這種背心到底應該怎麼折 因為你知道媽媽都是這樣 隨便這樣子對折對不對 這樣子很不停又很難收納 所以呢你把背心拿起來之後 抓住它的腋下這裡 把它肩帶的地方往下折 那它就會剛好是在胸口的部分 一樣把它折成三等份 然後你可以讓前面作為一個開口 像這樣前面作為一個開口 下擺的地方塞進去 就會變成一個很紮實的小方塊 短袖偏 短袖應該怎麼折 即使你把正面朝下 然後把它鋪平之後 袖子折進來 然後依照它領口的寬度變成三等份 接下來把它折下來 那你折的這個位置可以依照你的抽屜的深度來決定 可以小一點或大一點都可以 然後把尾端折上來 接下來呢 這裡是它的領子的裡面的部分 可是呢我們不要把這邊塞進去 而是把它塞到領口下方袖子折疊的位置 像這樣就很整齊了 薄長袖片 薄長袖怎麼折 一樣正面朝下 然後把它鋪平之後呢 袖子平行折過來 然後把它分成三等份 然後把它分成三等份 三等份袖子會有一個厚度的地方 袖子有一個厚度的地方 袖子有一個厚度的地方往下折 好往下折之後下擺折上來 一樣放在它的mark的下面這裡 袖子折疊的地方 不要塞進去領子的部分 就變得很整齊 毛衣片之音 毛衣應該怎麼折 今天我示範兩種折法 一樣的把正面朝下 然後呢把它的袖子平折 平折之後分成三等份 好 像這樣 然後把尾端做一個開口 打開之後上面塞進去 它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一整塊非常扎實 毛衣天之二 第二個折法 如果你是放在抽屜裡面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把它折成長條狀 首先呢 先把它的袖子一樣是平折 平折之後 下擺的地方折到它腋下的地方 然後呢把它的頭塞進去 塞進去這個開口裡面 好 當它變成一個長條狀的時候 你放在抽屜直接立著放 全部都是毛衣的話 反而更省空間喔 針織衫之一 針織衫怎麼折 它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請你把它的正面 有扣子或拉鍊的地方朝上 然後呢 袖子平折 一樣把它折成三等份 三等份之後 下擺做一個開口 然後把它的頭上方 折進去 塞進去 它就變成一個很平整的 也不會有扣子叮叮噹噹的 針織衫之二 針織衫的另外一個折法 一樣它的正面朝上 然後呢把它的袖子平折 平折之後 你把它的分成三等份這樣折好 折好之後翻過來 它這裡會有一個開口 把它變成三等份 這邊打開 這邊塞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 帽梯偏 很多人問我帽梯怎麼折 其實帽梯真的不要再折了 就直接掛起來就好了 但如果你真的位置不夠 需要把它折起來 一樣正面朝下 然後呢 你可以先把它的帽子折下來 用袖子把它壓住 好 一樣的折成三等份 折成三等份之後 用下擺當開口 然後開始把它往內卷 然後把它把它塞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 發熱衣或運動衫 發熱衣和男生的運動衫 軟軟的這種衣服該怎麼折 其實用捲的就可以了 把袖子折過來 然後分成三等份 三等份之後 從下擺的地方做一個開口 然後開始把它往內卷 然後開始把它往內卷 最後把它塞進去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一整數 短褲偏 短褲怎麼折 其實短褲最好是用掛的 其實短褲最好是用掛的 以往我們都會是這樣對折跟對折 這樣它沒有辦法站起來 所以把它折成三等份是最好的 你把它正面朝下 然後把它變成三等份 三等份之後下擺折上來 像這樣子 就完成了 內褲偏 女生的內褲或男生的內褲怎麼折 其實一樣把它分成三等份 三等份 三等份之後上面折下來 折下來之後尾端屁股的地方塞進去 它就會變成一個很平整的正方形 裤襪偏 女生的這種裤襪怎麼折 媽媽都是把它直接打一個結 像這樣對不對 只有魯夫能穿了 它會越來越長 所以如果是這種裤襪直接對折 像這樣子 然後腳尖的地方 折到鋪頭的寬度下方這個位置 接著把它往下折 然後尾端的地方用捲的 捲捲捲捲捲 把它捲進去塞好 這樣就非常整齊囉 像這樣子的長襪怎麼折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把尖尖的地方折進去 然後這邊收下來 把第一個開口打開 然後腳尖的地方放進去 讓它變成一個長條狀 這樣就可以了 再示範一次 尖尖的地方折過來 然後這邊折下來 用第一個地方單開口 放進去 這樣子 好那如果你要把它放在盒子裡面的話 它就會乖乖的扇在裡面 像這樣子 短襪偏 像這樣子的小襪子常常會沒朋友怎麼辦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它們套在一起 好 套在一起之後 尾端也是 然後如果你要讓它折起來很好看的話 你可以把它的前面這裡捲起來 捲一捲 往尾端的地方這樣塞進去 它就會變成一個 餃子一般的襪子 這樣就來準備醬油 很可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